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张照片是在2009年3月31号以后拍的 2009年3月31号这辆车出了什么样的事故 当时车上的人生死如何呢 我们来看记者从云南昆明发回的报道 事发地点位于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的一条盘陕公路上 根据警方现场勘察的结果 出事的车辆以每小时49公里的速度从这条路上冲了下去 在车辆落下去的时候 先是撞到了这个缓坡 接着不断翻滚 最终停到了90米外的一条简易公路上 最后这个事故造成起死几伤了 三次两伤 伤者里边有一名是重伤 一名是轻伤 三名死者来自同一个家庭 他们是张文新 云南省巡电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同时也是出事车辆的驾驶员 李东梅 张文新的妻子 巡电县民族宗教局副局长 朱恒志 李东梅的姐夫 两名伤者分别叫胡存德 曹家许 他们都来自巡电县 事发后 这两名伤者被迅速送往医院救治 邓伟是东川区第二医院的骨科主任 他是轻伤者胡存德的主治医生 骨折的内骨刺破了胡存德的胸膜 以及肺部形成了血迹胸 内出血将近两个月 胸脚出血 反复穿了很多次胸脚 穿着 最后是好多血在里面出不来 车祸三个月后 毕竟多次手术 胡存德才最终康复出院 而另一名伤者曹家许的伤情更加严重 东川区第一人民医院的病例记载 他持续昏迷了28天才恢复意识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 如此严重的交通事故呢 记者找到了三年前 那场车祸中受重伤的曹家许 谈起车祸发生的那一瞬间 曹家许至今心有余悸 刚刚都在关键 关键其实已经发现了 我的房子 您当时被甩出去了吗 我们就是车门关掉 以后才甩出来 当时胡存德是不是也飞出去了 飞出去了 周洪志呢 那个也是 也飞出去了 也是飞出去了 那合着这一个时候 只有四个人都飞出去了 都飞出去了 东家议院是大的报案 飞出去的四个人中 两死两伤 驾驶车辆的张文新 因为系着安全带 没有飞出车外 但是却死在了驾驶室里 那么 这五个巡电线人 开车到140公里外的东川区 做什么呢 曹家许说 那一天 他和另外一个商者胡存德 是受雇于 巡电县人大副主任张文新 去东川区给张文新的岳母签坟 曹家许负责挖坟和曹万仪式 胡存德是风水先生 他们两个人长期搭档 撤获之后 曹家许基本丧失了 继续从事这个工作的能力 胡存德的身份也大不如前 即使来到了胡存德的家时 他出门办事了 只有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家 尽管受了伤 但是两个人一直在庆幸 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 居然都活了下来 可是 到现在为止 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出的车祸 那么交警部门 给出了怎样的调查结论呢 经过我们了解这些 他这个也没有其他车辆 只能说是 他应该是他操作上的问题 因为这条路里面 比较 也是比较窄 比较窄 然后 应该是他操作的 最后我们定责任 也是按照操作不当 要定责任 交警部门出去的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 给出了结论是 此事故发生的原因 是张文新驾驶车辆 未按照操作规范 文明驾驶 安全驾驶所知 张文新对此事故 承担全部责任 在认定书中 记者没有发现 更多导致事故原因的结论 这就是出世的那辆车 2009年3月31日 昆明市巡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文新带着四个人 开着这辆车走在了路上 这四个人当中 包括他的妻子和一位亲人 当车走到了盘山公路的时候 失控了 张文新和另外四个人 一起从悬崖处坠落了下去 张文新的妻子 和他的另外一位亲人 当时撒手人寰 这起交通事故 也成为了另一起民事纠纷的开始 他叫张新 车祸中 他的爸爸巡建县人大副主任张文新 他的妈妈李东梅 他的姨父朱恒志 全部遇难了 车祸的时候 张新只有21岁 那个时候他还在部队服役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在那一瞬间 就只剩下了张新一个人 我总共我爸爸我妈被宰掉 我只哭过 死不死 因为我父亲以前宰那时候 他经常我回来我家 他讲 小亲父母了吗 不是的 父母死得一样 你学书吧 打鼓打叫 学书是撑不得 讲小亲父母了吗 有个父母在宰的时候 有个父母就心里面高兴 如果别宰那时候的妈 打哭打叫 找个活人干 车祸发生两年之后 他一直诉状 将巡殿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告上了法院 张新说 妈妈李东梅在车祸中不幸身亡 作为儿子 他当然要替妈妈讨还公道 但问题是 车祸是由于爸爸张文新 驾驶不当造成的 这与县人大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母亲来讲了 我母亲是坐他们人大那车 并不是坐私车 这是出示车辆的行驶证 上面登记的信息 印证了张新的话 这辆车的所有人 是巡殿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我们母亲坐轨了嘛 也是坐到公家那车 坐到那轨 如果是将给最难的人的话 活系了嘛 走到自己的车 如果出这或死 整天就不能原来有人了 对于张新的这种说法 巡殿县人大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记者就此采访了巡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正良 张正良任巡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与罹难的副主任张文新大班子工作多年 他对张文新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这个同志的确实是一个好同志 一个好同志 一个好领导 不管在班子里边的作用 在整个机关的作用 在工作当中发挥的作用 都是比较好的 特地区的老同志 对他评价的都非常高的 对于张文新的儿子起诉献人大的行为 张正良表示尊重 但是张正良觉得 在这起事件中 首先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不是献人大 而是张新自己 如果是阴工 比如下乡啊 随时带几个工作人员去工作 那个肯定是 党委是要负责的 如果是带着其他的人 那是他的事 那一时间他的负责 咱们大半四十嘛 跟张文新有母那个签肾 如果张文新还在事 应该张文新负责 张文新不在事应该是他的家里负责 不过他家里 现在就是他合法的鸡皮人 他儿子 可张新却说 他这么做是有依据的 因为此前 县人大曾出面赔偿过两位伤者 和另一位死者 也就是他的姨父朱恒志 像我母亲的身份 其实还我一点是一样的身份 都是乘客的身份 原来2009年车祸之后 一直有巡殿县人大常委会 出面处理善后工作 伤者曹家许 死者朱恒志的家属 分别与巡殿县人大常委会 达成了赔偿信 医药费是人大付的 人大付的 另外我们就不是赔偿额三万多的 就不是那个也好 但是招费一些姨子家 这个呢是习商 也可以是17万18万 18万 18万 4万赔偿金 另一名商者胡存德 对县人大提出的赔偿金额不满 于是他把县人大告上了昆明市 东川区人民法院 东川区是车祸的发生地 东川法院怎么怕的 怕19万 按理说 是张文鑫夫妇 请胡存德 曹家许帮忙欠分的 而且还是张文鑫的 驾驶不当造成了车祸 胡存德 曹家许 为什么没有向张文鑫的儿子 讨赔偿 而去找县人大呢 您为什么不找他儿子呢 他儿子们不依照嘛 他已经成为孤儿咖了嘛 你想想 他还在当兵成孤儿了嘛 从来县上也不是人 可再找他们 只能找人大呢 因为他们的车是有一定关系嘛 无论是对赔偿协议 还是法院的判决 巡电县人大常委会 都选择了接受 并且履行了赔偿义务 那么县人大常委会 根据什么 接受了这些赔偿请求呢 无关的其他人的解决好 再来跟他家 再来了解这个事 先能允许咱们人大先进行店铺 对先进店铺 店铺 找人家了解这个事 而没等我们 把这个了解完 再跟他了解 所以他的先 向我发言告续 告续 现在人大常委会表示 他们是从道义的角度出发 先垫覆了其他伤者 或死者所需的相关费用 接下来 他们会找张文新的儿子 了结这些费用 您所说的了解 其实意思就是说 是伤者和其他死者 找咱们人大要求赔偿之后 很有可能咱们人大 还要反过来去 向张文新的家属进行这个 对对对 县人大说 他们没有想到 张鑫却先起诉了 可是张鑫认为 既然县人大能够赔偿其他人 也就能够赔偿自己的妈妈 因为妈妈李东梅和其他人一样 只是乘客 她的死亡应该得到赔偿 觉得人大应该 承担我母亲的赔偿 不求承担我父亲的赔偿 因为我父亲毕竟 他自己开车走了死 但是我母亲为难 他们其他人都赔了 就是不赔我母亲 并且还一直托得来的 2011年7月 张鑫和他的外祖父李国荣 以死者李东梅的继承人身份 将巡殿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告上了法院 索要赔偿金36万多元 这些车的妈也不可以 买我爸爸我妈回来 如果我爹我妈是贪然高 我爹我妈留下车 我也不回来 这还要你们打这个官司 本来打算了嘛 可以18万就 死性该接着 就像我和一爹赔偿一样 但是呢 他坚决就像不可能 过了一个过了好几天 我才比较能俗装 不管巡殿县人大常委会说什么 张鑫都以自己和外公的名义 起诉了县人大常委会 他的理由是 之所以出现了 让他的双亲丧生这样的惨烈车祸 县人大常委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鑫认为 既然是公车 就不应该私用 而巡殿县人大常委会 能够让父亲张文心 开车去办家里的私事 当然应该承担管理责任 而巡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正良说 张鑫的说法并不成立 张正良主任说 2002年 巡殿县人大常委会 下发了一份门件规定 机关干部确须因私事用车的 坚持有偿使用的原则 当时余价比较便宜 我们就规定 一公里三毛钱 一年原则只能用一次 当时副主任张文心 在使用公车之前 就是按照这个规定执行的 2009年的3月30号 张文心的快下班的时候 就来跟我说 我想请两天供需价 那么涉及到那个油路的那个粉 叫签 也找不住车 这个是 希望大为 这个房子一下 他也愿意交三百块钱 然后第一个天出去用就出事了 还没有用车 不能算是用违规 那我们规定来 是不能算违规 不能算违规 张正良主任说 尽管是办私事 但是 经过这样严格的程序 也不能说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在管理上存在漏洞 更何况 用公车办私事只是特例 在平常 县人大常委会的任何人 都不能公车私用 可是 张欣对此并不认同 上车呢 一直的时候 爸爸用的 然后他的那些男子 当时 可卖的事啊 那些 包括有谁可保养 都说爸爸可保养 然后他卖的说明书啊 那些 什么都是在家里面 我们说这些车 其实相当于是你们的车 亏又落江 在张文新生前 专职给他开车的司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所说的一些话 似乎也印证了张欣的话 出事那天 你知道这个张主任 要用车 要出去吗 不知道 头往上 头天往上车是在 因为都是放在领导家里面 一直放在那的话 说领导要是晚上出去 犯点什么私事的话 可能他也不知道 是吧 那个 那个一般 我们也不清楚 张欣还提出 在车祸发生之前 昆明市纪委 下发过 关于重申严禁 使用公车扫墓的通知 通知中明确提出 严禁将公车 用于扫墓 丧葬等私人活动 张欣认为 这个通知 恰巧证明了 巡电县人大常委会 对公车的管理制度 是存在漏洞的 到底怎么拉好菜和公车 拉好菜和死车 这个怎么自己人的 严格来说 咱们在张欣主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觉得 这个人大 有没有责任 这个点就是说 责任我们 有点的大 要严格地说 我们如果公车没有 这个规定 那他也就用不了 他要自己开出去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那我们就一点 这个就是说 责任上我们就一点的命 然而 县人大的代理律师 却认为 即便是存在公车管理 不严的问题 出现了交通事故 也不应该 有单位承担责任 即使违反这个相关的 行政法和教法 也是应该是由善机 他们来处理 由行政法来进行评价 那么错了 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追究谁的责任 行政责任也好 打击 或者其他责任 但是 积极的一个民事法的关系 这个实责问题 什么时间 也都改不了 既然是 从民法领域来挑战 那么就必须 定义民法的相关规定 来处理 这位律师认为 如果巡建县人大常委会 承担交通事故中的 民事责任 必须符合两种情况 要承担责任的话 从民法 挑战的角度来看 就是 有这么两点 就是他出去的车辆 必须存在瑕疵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尽量的 就省政的中地的义务 如果我 你没有驾驶辞职的 辞职的话 我把车辆寄给你 这个时候 我一定得承担责任 对于律师的观点 张鑫提出 他父亲开的那辆车 的确没有问题 但是 县人大是否进到了 审慎的注意义务 就值得怀疑了 还有就是 我父亲眼睛也不好 眼睛不好 嗯 这个是他们人的 他们知道吗 知道 我父亲有过家 就走过烟领收拾 你认为这个 批准你爸爸用车的时候 本身这就有其他词 是吧 嗯 这位律师强调说 这起公车私用引发的民事诉讼 很有典型意义 如果不经周密的法律论证 就判决 巡建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承担责任 可能对今后的公车管理 产生不良的影响 只要寄出去的公车 发生交通事故了 都是有单位来买的 嗯 这并肩地在鼓励公车私用 不管怎么样 至少经济上就不会受损失的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成教授 欢迎王老师 你好 那这样的一个惨剧发生之后 作为公车的所有者 信任人大常委会 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首先这是一个悲剧 我们肯定对这个死者 对生者肯定应该有一个同情 这是一个前提 但是我们要分析他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 可能首先需要分析他们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他们之间发生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围绕这个车展开 我自己理解恐怕它就是一个借用的关系 就是他作为工作人员 然后他因为他自己的事情 借单位的车出去 然后办事去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侵权责任法的49条所规范的 就是如果说因为借用或者租赁的原因 使得机动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 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了 而责任还在机动车一方 那么这个时候首先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交强险 那么如果说承担交强险还不够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由机动车的使用来承担责任 也就是按照这里面就是他的一个付钱来承担责任 那么 所有者要不要承担责任 对 所有者承担责任的前提 按照49条的规定就是说要他有过错 他也是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最高法院正在出台一个司法解释 这个司法解释就是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若干问题的一个解释 所有人有过错怎么认定 有一个列举式的规定 那么他在第19条里面列举了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说所有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有瑕疵 而且瑕疵就是造成事故的原因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机动车驾驶 所有人明明知道使用人他没有驾驶资格 没有相应的驾驶资格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所有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 使用人喝酒了或者服用了精神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有其他不适合安全驾驶的疾病 第四种是个斗底条款 就是说其他一些应该认定他有过错的情形 那么其实前面三种已经比较全面了 而且这也是应该是学界的一个通说 您刚才提到的侵权责任法 是在2010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的 但是本案惨剧发生在2009年的3月31号 中间隔了一年多 那么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能够适用到本案来吗 按照最高法院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 人一天出台司法解释规定来看的话 他是不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 所以只能够根据当时的民法通则 和人身所爱不上司法解释的一般的精神来判断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只要你是公职人员 你开着公车出了单位的大门 我们就视同你是在执行公务 所以出了事就得你的单位来负责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这个是有人持这种观点 但这种观点可能需要分两方面来看 比如说他开的单位的公车 甚至穿的制服 那么这个时候就他尽管他可能是办私事去了 比如说开下车接孩子去了 结果出车祸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让你个人承担责任的话 那么很明显不如让单位承担责任更加有利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单位对工作人员管理的问题 也就这个时候要强化对这样一个 保护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强化单位的这样一个责任 就倒逼单位必须严格的管理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对于自己的家人 你是知道他不是在执行职务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把他认定是执行职务 2012年2月 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对张鑫 李国荣 宿巡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一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巡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赔偿原告张鑫 李国荣 34万多元人民币 有关判决理由 法院是这样表述的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 张文新在公休假期间 单位批准他驾驶该车从事与职务无关的活动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致李东梅在事故中死亡 巡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未尽到管理义务 应对李东梅在事故中死亡 这一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巡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认为 张文新是借用单位车辆办私事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行为没有过错 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 无事实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 现在二审法院对这起案件已经立案了 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本案的进展 不管二审法院的审判结果如何 我们都希望不要让公车私用有了底气 同时每一个案件当中的受害者的合法决议 也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 感谢您收看今天这件事的说法 也感谢王老师 阿姨王女博士的导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宋恨能到其他内容 明天见